台东县政府办理第八届南岛国际美术奖 吸引国内外百余组艺术家参与竞赛 经过三阶段的评选 最后从十组艺术家当中 绝选出阮元敏、郭岳阳、陈豪裔等三位首奖 每位获颁40万元奖金 并于10月12号下午在台东美术馆 举办颁奖季开幕典礼 由县长姚庆林现场揭晓及颁奖 每一件作品都有它很深的意义 还有它艺术家个人的诠释 那我在除了感谢之外 也恭喜今天的所谓所有实名的入围者 谢谢你们把你们非常珍贵的一个作品 来一起来跟我们共同分享 这次展览它第一个是作品中的一页区 而且整个的一个主场 还有我们的灯光 所以那这些作品它可以融在一起 那大家多多少少都跟这些一起有回应 可是它各有它特别去强调互分 那我想今天的展览非常有意思 是因为我们希望难道讲不是一个竞赛 而是它是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舞台 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互相分享 互相学习 然后共好互相连结去创造一个更棒的世界 包括高敏修 并支持南岛艺术发展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